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 花莲大地震后交通部可以提供什么协助 交通部长赫晨但今天8日说 最主要就是维持既有铁公路正常营运 铁路方面在想办法加挂车厢协助物资运送 苏花改苏澳东澳允许运送物资车辆通行 对于可能有落实路段 加派无人机巡视主动掌握情况等 对于花莲未来观光的复苏 赫晨但说会斟酌提出一些特别救济方案 减少当地业者因旅客取消定位所带来的损失 同时希望国旅旺季的过年期间 国人在安全有教保障后 可用行动帮助东部花莲相亲 赫晨但说这次大地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苏花公路落实没像过去那么严重 这有赖于公路总局过去一年对于地质钻探 有大石头累积在山顶 山腰上石会主动处理 是情况事先扫除 不让他们变成不可预期的落实 这些都是工总对于苏花改以外路段 都有在做安全防护 不是只针对苏花改三处路段进行处理 我必须的工程度不可预期 我必须的工程度不可预期